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為何我不明白 新一年 2019年的1月2日 我是John Sam Billy Hello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好想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不通話說 做大個混蛋 不說就行了 不是叫你精準一點就要終於任職 這樣 好了 新一年又開始了 不如我們說說每一年1月1日的例牌 事件才會被甩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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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壞了 這麥克風 有個很開始的 是嗎? 19年很開始的 沒事 是嗎? 其實之前已經壞了 1月1日 第一件事我们每年都会说 首先就是元旦大游行 元旦大游行 其实我真是快活不知时日过 我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件事 我看到一张图 我到晚上看到新闻 我发了一张图给你 元旦大游行 你发了一张图来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WhatsApp的假期 那我就先看这个《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头条 《苹果日报》的头条 《苹果日报》去得挺好 不满放山梁振英 5500人怒敲 正一话下台 难怪他不下台 只有5500人 很惨啊 上年也有1万人了 断万人 这个已经是民阵公布的数字了 5500人 5500人 警方称最高峰就是3200人 教去年少3200人 哎 真是 香港未完蛋 希望在民间 这样他说这个游行 其实老实说 就算我们先不参加这个游行 我看这个标题已经不用去了 是吧 香港未完蛋 不是 就是我经常觉得是 就是譬如 我觉得 怎样为之有希望的 嗯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 赢的路 嗯 就是你也要看到嘛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希望做人家 譬如你踢球这样 我还是在输一比零 最后的六球 最有希望 对不对 那没有的 喂 世界纪录七秒有一球 嗯 追不追到啊 好像 不是不是七秒 三秒而已 最后最后 我说的是 粒审的纪录啊 哈哈哈哈 当年世界杯粒审的纪录 不是的啊 是 我肯定 我记得啊 我本来不知道啊 那你说我们也要看到 有一条路是可以赢到的嘛 嗯 其实这个呢 它有六个议题在里面的 哎呦 就是我喜欢它的议题 就是守护库房啦 重启政改啦 反对政治打压啦 坚拒23条啦 检控梁振英 还有反对国歌法的 哎呀 但是我就是说 是 六个总有一个给你希望的 我们六个 真的一个 真的一个都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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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立法会的 今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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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满日期 还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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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年 我当你年 年 你当你做到四样 你都含家产啦 嗯 对吧 还有那两样 其中一样 他一定不会做先啦 他都支持 就是国歌法嘛 嗯 其实检控两 他支持的 孟晚正 孟晚正 孟晚正过来说过 最近的 因为前两个礼拜 就是说 国歌法 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反对的嘛 是啊 原则上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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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民主派啊 嗯 不是他自己啊 他们民主派 原则上不会反对的 他说这个 煞水化都没那么快 他说这个政府是 有责任 还有应该是要立法的 哦 哦 他说只不过那些细字上 还要谈的 哦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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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五样的 只有五样的 不是哦 四样的减空 已经不减空了 是啊 已经不减空了 就是只有四样 四样 如果他这年半里面 他能不能做到这四样呢 有可能啦 23条就比较难 因为我们之前的说法 他们也不想立 没错 反对政治打压呢 已经在打压了 加一个ING 你竟然守不了 你跟我说 希望在民间 你最怕的是 但是你看不到 嗯 而这个看不到 你不要只说我们 嗯 你不要只说我们 你这些人 我们做什么 嗯 数字反映 没错 五千五百 你只得五千五百 人还认为 香港有希望 嗯 希望在民间 嗯 即是他说 即是这五千五百 人走出来 某程度的意思就是 还有我 嗯 但是就得五千五百 嗯 我看回历年来的游行人数 其实他没有列出来的 最高峰就是第一年 是 那你有三万人去参加 是我们有分去那年 是我们有分去那年 三万人 三万人 于又域然 是啊 所以我会常常说 我们真的是一个指标 是啊 是啊 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指标 其实 是啊 三万人 那现在只有五千多人 就是五千五百人 那真是 情何以后 是啊 是啊 因为其实呢 1月1号本身都 就是游行人数是比较少的 正常啊 你去玩的嘛 或者之前那天玩到通宵达弹 那天还要阻挤起身去游行 不要搞你 是 正常人就是这么想的 是啊 我见 新闻 没什么怎么说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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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漂亮的 那当然找这些 不是找谁 那这个游行有什么想说 这个游行就差不多说完了 是 有的 有的 其实都有一些 我觉得最吸引 我觉得最吸引就是 爱港力要求参加游行 是啊 其实就让他参加了 我觉得挺好 民阵没有了 但是 太不太爱包容了 就是和意不同 他很喜欢说的 和意不同嘛 那就走吧 找很多八零人都好啊 很多八零人 但是我会觉得那样是 就是 这些也是 就是 你们混了这么多年 叫做民阵 混了这么多年 其实你们真的没有想过 当有一天 当有一天 比如 我们也有印象 比如 国庆那天 那天 早上就是 不是 七一回归 7月1日 那天 早上就是 建制派的游行 下午就是 民阵的游行 其实 如果 你说 当有一天 他们走下来 说要加入的时候 你们的应对 他们没有想过 因为我的意外 是原来你们这么多年 我看你们的回应 原来你们这么多年 一来 他没加入 没想过 二来被人订了一场 他也没想过 最简单的一件事 原来会被人订了一场 那这些不幸 因为他们想着 一定是他们的 坐定粒粒的 是传统的 是传统的 还有他想着爱港力 不会加入 最多都是吵架而已 但是别人就是去玩你 你不一定是谭耀宗大头加入 他们这么多瘋子 而且我觉得 就算你说爱港力加入 我觉得没问题 原因就是 你的议题说到这样 你其中一个议题就是 要撤查梁振英 要郑亚华下台 喂 爱港力我不可以有这个诉求 是 不过其中一个 其他议题不对 我总有一个议题中夸 是 如果爱港力我是陈正心 我觉得沙冲事不行 要撤查 是 放多少钱都要 钱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起得好 或者他可能是针对郑亚华的潜见 是 可能 我觉得袁国强好些 我现在看郑亚华不信眼 是 为什么不行 你会觉得 我们觉得他们的回应很难 虽然我觉得 以没有准备来说 他算是说得挺好的 因为 现在发言人是谁 沈梓杰 叫做沈梓杰 沈梓杰 那个情况就是 爱港力到场 要求参与游行 沈梓杰表示包容对方 对方认同哪一个民阵的诉求 爱港力说 认同民阵尊重不同政见人士游行的权利 沈梓杰再询问对方 哪一个民阵游行的诉求是他们认同的 爱港力没有回答 现场的群众又高呼 林郑宇和下台 还我民主自由的口号 喂 有说结束一党专政 台下的群众说 台下的群众 是的吗 他会给港独游行的吗 龙思琦不给的 有的 昨天新闻也有说 有人带着那些标语 带着那些标语去游行 结果他们想冲进去一个公民场 想进去公民场 好像有地政署 还是不知什么署的职员 就不让他进去 这个有写 行政署 公民场场的行政署 派出职员 大声公呼吁停止展示港独标语 就不让他进去公民场 好心港独 龟婴又不是龟婴 不要去 我们去年也是这么说 我们去年也是这么说 你去做什么 我记得他去年还要走过去 不是 那次不是元旦 那次是七一 那次是七一 不是 叫他去 叫人去 美国领事馆 是 叫人去美国领事馆 支援什么东西 不要进去 你自己去 自己也自己搞 不要搞了 搞什么东西 还有 其实有时候那个说法也奇怪 争取香港独立 嗯 那些人不是说不行的 那他会有机会 林郑她突然痴了线 向中央提请 这个 争取 如果按照他们的体制来说 那你也要提醒人大去说 去说 至少 如果从林郑月娥的角度来说 可能会有一天突然发神经这样做 好啦 好啦 那中央不答应 那中央不答应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再争取 再争取 那过两个月 林郑月娥再去问多次 问到他们给迷子 你不给我不出去 我不走 那也有可能的 应该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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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对这件事观望一点的 嗯 嗯 就是你觉得 你想他这样做 你就做 做 就是 但是你说 加入他的游行 就是 你说游行 我都觉得 都还可以的 但是人家人家搞你 你们搞 就像上年那样 又抢咪啊 又呼吁别人去帮忙 我觉得这些就 有一些 可面侦面 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这样 是啊 真的 不 我不想看这个 不想看这个 按这个 先看一下 这样 看回头 当年天剑也抄他 哈哈哈哈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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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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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大家可以看看李怡今天写的那篇文 啊 李怡最近真的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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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他很厉害 真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 一个忠实的 坚实的黄尸 我觉得 你应该好好参考一下李怡的说法 嗯 我们说你可能觉得 那些黄尸说李怡是共产党来的 超 司徒说不是 哈哈哈 就算他是共产党 你会不会有共产党人写这篇文 不会啦 我觉得李怡没有了那个 没有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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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可能 憑党的 包袱 那些人说他是黄毓民的人 不会啦 哈哈 我反而觉得黄毓民没有做这个 议员 也没有叶普成这个包袱 他评论的事情 忠肯很多 除了他骂黄阳带之外 那些不介意 他评论时政 或者国际新闻 他现在忠肯了很多 就是 他又回复以前的论证水准 是的 论证水准 我觉得现在可以再听 也是的 有质素的时事评论的节目 真的不多 是啊 就是 例如《风波率的茶杯》 还有《最新消息》 还有这个 什么吵鬆 《夺命吵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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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不好看了 嗯 《最新消息》可以看的 每个星期都有 《夺命吵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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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留意一下 你嫌一些 寫一些文章 其實真的很好吃 最近都可以 最近可以去回涌 可以说是 因為這些是 你可能在坊間 你看很多平台 你看不到這些 看不到 看不到 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而且你有啟發性 嗯 1月1日 除了元旦大約行 早上 下午元旦大約行 晚上也有 大家 傳承 現在是叫不叫傳承關注 都算了 都算了 一直都是 這個《戚冊樂壇流行榜》 的頒獎典禮 是 今年的題材叫做 《歌托邦》 《我門的歌托邦》 有什麼意見呢 我其實 我覺得《食字》 當然《食字》 也是作為電台的傳統 到今時今日 他們的節目 很多都是《食字》 都是用《食字》來做 我也明白 但我覺得《食字》來說 《歌托邦》這個字 吃得不好 我覺得《食字》來說 不用每次都吃字 不用每次吃 《歌托邦》你覺得是《食字》嗎 他《烏托邦》 那你 他又不是吃個 沒有同音 他不是吃個意思 吃個意思 這個是誰 許廷鏗 在街上看到不知道什麼 我們跟他老爸踢球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 他這種樣子 難聽說 沒有明星相 也是的 反駁不了你 駁不了你 你這個人 我想找結果 為什麼我找不到 你在香港01找 對不起 那我不是 不是 他有的 他有最後十強的結果 對吧 這個就是 其實這十手已經是 入選了 叱渣十大 哦 就有這個 MIRROR 一秒間 MIRROR是什麼 MIRROR就是ViuTV的 全民造星贏了那批 哦 他們有一個男子組合 十多人 哦 有許濤那個 姜濤 哦 說錯了 我也不知道誰 然後還有誰 13個 13個橙海 有 古天樂 還有謝安琪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玉室 是 陳柏宇 認真如初 是吧 我想我聽到的 我會知道 我會聽過的 但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認得歌名 和那首歌 就是這十首歌 是當日才公佈的 不是 因為 不是當日才公佈 刺測是計播放率的 所以他還沒公佈之前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十首 可以 okok 是啊 是啊 不是這樣玩的 神經病 是啊 是計播放率的 計播放率 但是他也是 最後十強 糟了 說了那麼久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玩法是怎樣的 那七七十大 就是七七十大 那不是一早知道 不是啊 這個是12月14日公佈的 看看有沒有留言 沒有人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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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看七七十大 找找 七七十大 他也有排名 對嗎 總之現在他得出來的結果 第一位就是熊祖儀 周伯豪認奪十大 咦 那不是熊祖儀嗎 不是 這是小川歌曲 小川歌曲是最多的 很亂 很亂 我也不知道 周伯豪有 老少平安 菜名 老少平安 我知道哪一首 得獎名單 有啊 這裡 第一是心知科學 自尊歌曲 自尊歌曲 那就是第一位 對 對 對 跟剛才那一位不同 這個是什麼 我 我最喜愛的歌曲 就是什麼 入選 這個是入現場投票 他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第四位 給你投票 對 給你網上投票 然後他只剩五首 就給你入場投票 嗯 這麼煩嗎 是啊 好 我知道 十強之後到五強 是啊 是啊 哎 這個就是 這個才是 七七十 那是什麼 換言之 是十首入選 到最後投票的 頭一首歌出來 做自尊歌曲 頭一首歌 頭一個男歌手 一個女歌手 還有 是不是還有組合 我也不記得 好 我們先公佈一下 第一位就是心知科學 第十位 OK 沒錯 沉默的士高 黃遠之 作曲黃遠之 作曲黃遠之 那些不用了 那些 認真如初 陳柏妤 周柏豪 老少平安 武奇 這個什麼 AGA AGA 什麼人 不懂 一個女孩子 可以搜尋嗎 一般 周國賢 前七 天才兒童 1985 張敬軒 這首都好聽 Eason 陳奕迅 可一可在 Rubberband 未來見 我聽過未來見 即是逆流大叔的插曲 是嗎 好像不是 不是 不是 不要以為Rubberband 謝安琪 就是一個女人和玉山 那個有一個男人 就是古天樂粉 至尊歌曲大獎 就是心知科學 容祖兒 是 我只聽過Rubberband 這首的未來見 不知道聽過一次還是兩次 我的手都沒聽過 死了 容祖兒那首 經常在收音機聽到 因為我現在沒有聽收音機 現在沒有聽收音機 真的不知道在哪裡聽 重點也是到最後 這個我最喜愛的那個叫做 藍歌手 但是他又有分戚測樂壇的藍歌手 對戚測樂壇的藍歌手 這個就是抬給他的 即是古天樂那個就是現場投票的 剛才我說在街上 撞到也不認得那個許廷鏗的銀掌 我就是很質疑這些 他一首歌都入不了 你說許廷鏗 我可以拿去銀掌 這些其實是 你令人不舒服的就是這件事 我也是那句而已 都是來到的 當然是被你上場 攬一攬的獎 分豬肉 但這件事是多鯼魚 但這件事是多鯼魚 譬如我今天回到公司的時候 我都聽到一些年輕的人 那些年輕人開不開心 他就是不開心 他看到古天樂拿獎 他就不開心 當然了 他先打開頭盔 他就說麥進龍那張碟 他有買 他有聽 因為那張碟是麥進龍和謝安琪 即是兩個一起出 那張碟 有些歌是麥進龍唱的 有些歌是謝安琪唱的 其中有一首 就多加個古天樂 和謝安琪一起唱的意思 就是那一首 他也說 其實他整張碟 就說一個女人的愛情故事 由當初結婚到離婚 跟另一個男人一起唱的意思 那我的朋友聲稱 整張碟的鋪排是很漂亮的 整個概念 你覺得故事很好看 但是他始終就覺得 如果單憑一件這樣的事 能夠令到古天樂 拿到藍歌手掌 那你就會對於其他很多的 在這個音樂圈裡面 打滾 就會很不公平 你不要說古天樂 譬如陳奕迅 大家可能覺得 只要陳奕迅拿獎有多麼奇 但是陳奕迅背後 也有很多人在努力的 如果當陳奕迅能夠 閃亂這個獎也好 什麼也好 你對於後面那班人 也有一個鼓勵 我們看獎項應該是這樣看 合理的 譬如說 就算齊奕迅連續十年 拿最佳男歌手的話 也合理的 合理嗎 是啊 你問我 可能我不太熟悉香港 即是本地樂壇的流行歌曲 現在不熟悉 你問我誰唱直播唱得最好聽 就隨便信 我不算上位那些 什麼張學友那些 甚至沒有問 我沒看過現場 所以我不敢說 我這樣聽 我就隨便隨便信 如果你說給我 我覺得如果陳奕迅連續拿了十年 最受歡迎男歌手的話 有什麼好奇 但是始終你會有一個 有一個 美斯也連續拿幾年 世界足球先生 斯朗也是 兩個拿了 所以是正路 坊間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虎天駱 但是譬如會有一個情況 譬如陳奕迅那一年 頭半年他放假休息 他全年他只是拍了一首歌 那一年他拿不到 也正路 也正路 是的 我們看的事情 我們會這樣看 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又不是以多少來分辨 我覺得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要在這裡討論標準 又可以千百種 要看看 有時候香港人可能會見忘 你那一年沒有出現的人 可能會不會記得你的 可能那一年張敬軒出了兩首歌 每天都聽到他唱歌 我當然喜歡他 我投票我自己投給他 其實今年將會有很多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合理 放在香港 對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簡單一點 我們只看這一年 只看這一年 那你說 麥俊龍 例如麥俊龍出了一首唱片 例如你很喜歡的 例如麥俊龍拿藍歌手 大家無話可說 但是不是 現在是 你只不過是 你找古天樂唱 老實說 你這首歌 你找個個唱都可以 你找古天樂 只不過古天樂有個形象 對 而這個形象不是因為他是歌手 對 如果找羅力歸唱 就不會他拿去 對 對 因為整件事 你會看得出來 就是古天樂參與這首歌 中間的商業計算 尖密 其實你會看到的 好了 然後 原來網上投票 前家樂也有 前家樂 飛沙風中傳 還是黃金兄弟 可能是 劉德華也有 林曉峰也有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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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套戲的歌 應該是 劉德華也有份 可能剛才我那個說法 他可能推翻了我剛才的說法 連續十年 陳迅信拿也不奇怪 有劉德華在 我想他這個名單 應該在今年裡面 真的有唱歌 有派過歌 有派過歌 就已經有了 對 男歌手 不要叫他男子 男子好像很噁心 小儀經常叫自己女子 女子50歲 遭重女子 女子 男歌手 好一點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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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起你兒子 你的兒子就叫男子 他好像跟男子有些距離 真的 那他不是男子嗎 但你會感覺男子應該大過小 他女兒跟男子有些距離 哈哈哈哈哈 你想想 你說古天樂之前 原來除了古天樂大爭議 另外一個人也很大爭議 就是最佰填詞的 先猜猜古天樂 不 因为这个没那么发生 我说完没那么发生 不 只有一句 我看了他叫陈永谦 原来陈永谦 他有一个在年灯里叫陈永谦之乱 说他填得很差 有多差我去听听他有一首歌 他有一首歌是关楚耀 你说我女儿跟男生差很远 差一棍 他有一句歌词 关楚耀的歌词就是 残忍子虚一棍 即是怎样 我怎知道 不知道 整句歌词已经很奇怪 画公仔都画出场 我刚看到一个维基 他拿了田智人大奖 他有很多作品 可能今年派过台的 所以那些人就说 班比多不是班比质素好 重量不重质 其中一首就是残忍子虚一棍 其实有很多的 你去连登看看有很多不知差的歌词 很可笑的 可能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些歌词 你不明白 残忍子虚一棍 你也不知道干什么 有意境的 有意境 我说完了 陈永谦 古天乐继续 古天乐继续 辛苦了 古天乐就拿了这个 大家给点留言 莊哥很辛苦 因为只有他懂 我们不懂 没说懂不懂 我直接连听都没听 我也是刚才下午听的 是吗 是呀 那首歌 我都没有听过 其实你觉得好没有听 我们来说他 你觉得好没有听 其实我这么厉害 我都不是很欣赏这些男子女子 搭着唱不同的歌词 请你滚 滚出去 这句都叫做一起合唱 我最不欣赏的就是 他们同时在唱不同的歌词 整首歌都是 整首歌都是 就是搭着唱 搭着唱 搭着 一个歌词 就是搭着唱 蓝蜜正邪定分解都是这样 是啊 但是蓝蜜正邪定分解 你知道是内心在交战 那些歌词很短 OK 整首歌都是这样的 这首歌的歌词很长 这歌词很巧合 因为他们各自在讲自己的心情 是 这些歌词你又 哇你追不到 你又觉得很吵 男生声女生声 你又觉得很吵 哇 最大事是 譬如你看过MV那样说 你算了 放大给你看 譬如你还要看到MV那样说 MV一镜过 最省皮的拍法 一镜过 拍着古天乐和谢安琪的背影 一镜过MV 然后又有一段很复杂的歌词 我看到歌词 我看不到他们的画面干什么 我不是这么欣赏 我想问这个是谁 别管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看看 不知道 这个是MV 他开始是一起唱同一句歌词 去到之后 整段都是两个分唱不同的歌词 我觉得听得很辛苦 你个人就不太喜欢 我个人就不太喜欢 其实我也一般的 一两句就OK 所以我就干脆 看他们做什么 他有说到 这个古天乐就是 谢安琪第二任的老公 第二任的老公 这个也说到 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大家经意很平淡 大家经意很平淡 甚至乎是连结婚纪念 都是 今天结婚纪念 是吗 那今晚我住吧 好吧好吧 我住吧 就是这样的 没有那种 是的 都是很淡的 平淡 平淡 那好了 你说这一首歌 好烦 你会觉得 他找古天乐的出现 当然你纯粹是吃个形象 吃个形象 而古天乐 比如他近这几年 大家都会不断 譬如拿金旗流行 嗯 他也不介意给你们笑 他也不介意 因为那次白路会的广告 我是挺惊喜的 那个荣祖宜 唱金旗流行 改了歌词 突然间古天乐出现 我真的看完影片 我真的在那一刻我真的期待过 真的唱 真的唱 没有 现在都是流行 就是灰校当时流行 就是一百毛的文化 我觉得有点 对 这种真 这种都是一百毛的 就是大喜的那种文化 就是自招 自招 但是其实又真的无所谓 你始终对于古天乐来说 唱歌 他也无所谓 他也不是一个专业歌手 他也是玩玩而已 他也很明白 那我是唱得不好啊 我觉得除了唱歌 他也不许多笑他 就是他也不许多笑他 他也不许多笑他 就是笑他他也没什么的 不是的 但是据问他很介意自己的普通话不好的 但是你多笑他自己都会 我记得他有一个不知道的节目 还是什么他有说过这个 就是他不介意 我想他现在已经不介意 现在已经不介意 因为两年 我相信他当初也会介意自己唱歌 《金奇流行》 但是现在笑了一两笑 就是人大了看化了 可能就是这样 是这样 那你说 我会觉得是 这个玩的心态 这个玩的心态 其实就是直接造就了昨晚的结果 大家入场 人家叫你去投个一票 那这五个 谁去拿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我投这个 古天乐唱歌的 会不会呢 我就玩了 我就玩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只不过就是说 你猜 而且是 因为大家知道的 你入场的时候 他入场的时候投 那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古天乐在那里呢 我想 就是有得投古天乐的 我相信进去 大家都应该会投古天乐的 是的 因为我纯粹以戚车的受众来说 因为戚车的受众是黄尸 是 黄尸是最喜欢做这些东西的 是 就是 自己懒风趣 自己 然后 古天乐拿了之后 就给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 的 你看 只要坚持就有奇迹 古天乐都可以拿到这个 一定是这样的 黄尸 所以我 所以我 比较 相信 Billy的心态 比 John的说法 就是希望他会上台唱一首歌 那首 也会的 我相信也会有人抱着玩的心态 就是有很多人那时候 那时候就试过选什么 公仔 就是那些 漫画星光大道 是 然后选了一些不差之什么的公仔 特意的嘛 不如我们雷洞玩东西 我们去投吴文远 哈哈哈哈 是 都是 就是 可能是 当你进到现场 看到旁边 诶 诶 诶 古天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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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两个心态都可能有 就是这个情感 诶 一个人好听很多 首歌 郑安琪的首 就是他有个版本 有一个人的 我现在听着 我一个人好听很多 MV是 黑白的 我没看 我只听 好淫 好淫 诶 诶 诶 你说他的声音好淫 不是 开头的声音是好淫 哈哈哈哈哈哈 他放轻的声音是好淫 诶 诶 但是我又觉得又没什么所谓 因为其实 你会 某程度上 我觉得有影响的 就是 是比刘德华影响到 多少 刘德华 是的 劉德华就被林郑月娥登死了 嗯 当日林郑月娥抓她演唱会 順利 结果本来就剪三场 嗯 本来先剪一场 就是剪了本身的场 剪了那一场 剪了那一场 那一场 当日已经立刻说不行了 都是要剪多两场 三场 然后呢 然后去到元旦的时候 大家都想着可以继续 嗯 结果再过一天 之后那七场 就全部取消了 嗯 这样 那大家都会 不期间都会想起 就是 林郑月娥的歌句 俗刘德华演唱会成功 嗯 他说当日 我们欺凌刘德华 嗯 现在很明显就是 你贼婆欺凌刘德华 你刀死了她 你刀死了她 还有董建华 我觉得也要负责任 嗯 是吧 嗯 我都觉得这些事情是 整定的 是的 我都觉得是 整定的 你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其实如果我是刘德华 我是刘德华 我心情也不会好 老实说 我尝试代入刘德华的立法 我当日 我为明日大鱼 这个计划 这个东大鱼田海计划 背书 嗯 配音 是吧 直接把我的名字拿出来 嗯 我个人认为 东大鱼田海发展计划 是比较可取的 嗯 他摆了自己上台 嗯 他说那件事 为什么你们会吵架我呢 嗯 还要不是普通的吵架我 你们放了我 在林郑月娥的level 去吵架我 嗯 现在是 嗯 那你坐于刘德华来说 喂 他会 痛的嘛 嗯 刘德华 这个 他一定没有想过会换来一个这样的后果 是 是 是 我很明白的 不过罵还罵 大家演唱 不过罵还罵 大家演唱会照看 也是 我认识 我认识当初骂 我认识很多在网上有骂刘德华的人 当日也有帮他去看刘德华演唱会 反对过田海的人 那我又觉得 我又 他又跟你说一单话一单 那我又觉得很搞笑 就是 古天乐 如果我们这样说 你说我赞不赞成古天乐 就是觉得好不好 他拿最喜爱的男歌手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 你看看你把那件事摆在什么位置 因为我看到他有说法 古天乐有帮年轻人出碟 类似的制作歌曲 古天乐 好像是 现在是香港影艺人协会 主席 然后有些人说 颁奖给他 是肯定他的贡献 但我又觉得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 古天乐是这么好的 那你就自己另外颁奖给他 我觉得OK的 其实也是考纳名目的 港台也有个 差异金针奖 我不知道你颁奖到 以前就二班而已 现在要死的都死了 怎么颁奖 是的 那我觉得你颁奖 你就颁奖给他多个奖 我觉得没问题的 我也认同的 因为始终你颁奖典礼 应该是一个 一个严肃点 是一个 一场 有一个 一个 是 叱咤也算是香港人比较重视这个乐坛 我觉得是因为你这个奖励在鼓励在乐坛上的人 无论我们有没有听 但我们也觉得这些奖学是表扬他们今年的努力 但如果你颁给古天乐 我觉得有点辣 但问题是他们会这样跟你说 不是我们颁给他 而是现场的人要投票给他 那为什么会他有呢 就是要跟那个机制 派个哥的人名我都放在那里 你们投的 但他的名单里有他 他有名单里有他的 总之有派的都有他的名字 那些人就要负上这个责任了 但是他就是你刚才说的考立名目是对的 这个奖励就是用来给他们大家考立名目的 因为是你们选择的 他的立场都是放在这样的位置 这首歌这几个奖励是你们选择的 你只要成为ID级903的会员 你就可以投票 我记得是一轮一轮分三轮的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所以他分开两样的即叉男歌手 即是有分金银铜 张建軒 许廷亨和周过然 另外就是网上投票的最受欢迎男歌手 如果草叶当时林峰的就是无线隔锅帮给他的 那些人真是离谱的 他有什么呢 五强都是他们在网上有投票 然后到最后五强就现场投票 那这群投票的人你要负上责任了 其实是的 所以我就说 当时大家走进去的时候 都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 即是不认真 其实我们几个没有听广东歌的 你就可以说我们 有听了 以前的 即是今年没有听了 我今年有听了 波厅舊会听 我们今年没有听他的派台 我年秋红亦流出了 怎么不知道多好听 即是主流 我说主流 我们两个没听 你听得少 有人就会说我们不支持香港乐坛 你先听我说 投古天乐进去的才真真正正不支持香港乐坛 你有听的 你有听为什么你会用古天乐来抹杀 周觉然 陈柏宇 张敬軒 陈极信 今年的努力 因为始终你投那个最受欢迎之后的字 最重要的是男歌手 不是男演员 古天乐上台也说他不懂唱歌 不懂唱歌的人是不是男歌手 不懂是不是一个歌手 就算古天乐自己也不会认我是一个歌手 我一个艺人 我一个演员 我不是一个歌手 你投票给他 其实你投票的你投给一个歌手 歌手是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识唱歌 识唱歌 我们不是 然后就会议分 你不支持古天乐 即是不支持本地创作 我觉得古天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但是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只是针对这件事 我们不是针对古天乐 所以刚才Billy说的所有理据 就是证明了 通常听得商台的都是黄丝 没错 跟香港的政治一脈相似 对待所有东西都不认真 没错 对待这个班长典礼如是 对待香港的社会问题前途如是 你现在要去问那些在座的黄丝朋友 人大八三一是什么 不记得了 当年2014年你争取的口害是什么 我要真普算你自己都不记得了 因为你对所有的东西都不认真 他之前还有曾俊华 他为什么支持曾俊华 曾俊华因为好笑 薯片叔叔 因为公关做得好 这个也是今早我听到三亿健的说法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去支持曾俊华 某程度上来说在亿健的理解 某程度上来说 不是因为曾俊华好 只不过他不是梁振英 他不是梁振英 就是因为他不是梁振英 所以我支持曾俊华 林郑也不是梁振英 林郑2.0是梁振英 但是那样东西是 大家很想 为什么那时候这么一窩蜂 这么瘋的一些人 因为大家很想那样东西就说 我希望的东西能够达成到 我见不见的说法就是 大家都很着意地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想自己的想法能够得以达成 因为在过去这几年事实上是 有什么是你想的会得到 没有 没有 尤其是黄丝 我先说黄丝 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一样都拿不到 我们上年有 只是 一票不投叶保诚给你们成功了 然后就没有了 他牺牲很大 一票不投叶保诚 但是何君义入了他 对了 李卓人又输了 我们就起码一样东西达成 就是李卓人输了 对了 连尾都大发人心 对了 但是在这件事里我们也很被动 对了 我们也很被动 我们只能上仓其构 对了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有没有票有没有吃 我们很被动 所以就是 他们很想自己有一样东西去做出来 是大家可以达成得到 而古天乐某程度上 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反应 我想看到古天乐站上这个 对了 奇迹出现了 对了 你今天晴姐出了一个post 香港首个艺人大满观 他拿过电视台的示帝 金像奖的影帝 连最受欢迎男歌手 我最喜爱的男歌手都给他拿了 但是首位歌影视大满观艺人 他是1.5个 什么啊 他几多个like我忘记了了 八十几万个like我记得 你还在Facebook 对啊 他这个post 其实你证明了那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这个行为 你吐珠下去 他们当初对待曾进华的那个行为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嗯 是吧 他不管你曾进华 是不是做特首 他会怎么做 他都支持 港珠澳大桥通姐的 是吧 他都赞成田海的嘛 但是他一概看不到 我只是要曾进华赢 就是你什么 你敢跟我说 是吧 因为你已经 某程度上 你看到 喂 已经输了到荒了了 已经 当时的文情 嗯 还有 你又 你又看回头 你现在 你譬如 我就算 今年这个城 我颁奖典礼 我盖着古天乐这个名字 这个古天乐这个名字 你看回那群人 都是那群人 是啊 索口熟面 多钱家乐 然后你说 那些不算了 是吧 幸好今年没有掌门人而已 哎呀 没有了曾志伟 没有了曾志伟 有了曉风 有钱家乐 就是没有了曾志伟 因为你去唱古阿仔那首 不是不是 那个黄金 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两个名字 我就想起曾志伟 就是了 就是了 你说最受欢迎 组合 Suppermoment 都不是什么 很大的激起 只不过你今年 你现在 你屈不屈 不是啊 金掌是屈不屈 不是啊 金掌屈不屈 不是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最受欢迎 是啊 就是网上投票的那个 不要紧 其实屈不屈不屈 Suppermoment也好 大会攀那个 又是他 嗯 又是他们 都是这几队的 webberband Dia Jane 和Suppermoment 就是你说如果你问我 你说整个 好像上年那样 好像上年那样 有tonic的 长商丝首 你起码你都要这样 你才给我 我说今年有些东西 看啊 因为你真的会觉得 长商丝首 一来 首歌坚是好 嗯 二来就是说 咦 观众投票出来的结果 咦 会不会反映到那个 现实呢 事实上 首歌很受欢迎 嗯 喂 好赖 赢了 赢了 一个不 不 如果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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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谁赢方浩文一弹 即是最受欢迎歌曲 是的 我最喜欢歌曲 他输少少 赢赢方浩文少少 如果你在歌曲 起码你有一件这样的事 我才会觉得 我也 我个人也 我才会觉得这个色彩班长有点不同 但如果你说好像你看今年 你张敬轩是好听 但事实我又这么说 张敬轩那几首歌 都是这样 都是张敬轩 他过往也是在唱这些 那你的个人意见 我们看看香港人的个人意见 好吗 香港人的票终于有用了 哈哈哈哈 香港真 香港真普选 是 正 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投票 我不知道这句 这个战建 实至名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你很难说 我最喜欢的男歌手 不是我最好听的男歌手 嗯 嗯 他不是男歌手 不过他唱歌 当他是唱歌 有一个历牌众矣 香港全面玩完 住屋 政治 生活 连音乐都是小圈子投票 猴子 那他这样说 又偏激了一些 我觉得他虽然偏激 但是说得对的 但他也说得对的 因为你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于我来说 在于我来说 你被古天乐拿到 和很多所有的政策 在立法会硬通过 其实没有分别的 是 其实没有分别的 真正正正努力的人 都是得不到他们应得的 是 不要说奖项 应得的那些叫鼓励 是 所有都没有 一些来玩一下 那就是玩了今晚 大家高兴就算了 我看高登的帖子 他就会回应你刚刚的说法 他说 抹杀了其他歌手的全年努力 就是古天乐有份唱歌 就不是努力 机制就是你有份唱歌 就人人有份 投完票又挑票 香港说什么民主普选 对的 有他这些人 就不应该有民主和普选 其实你从古天乐 这次的结果 我就算真的被民主普选你 你就是投真俊华出来 我就是说 如果当日 政改通过了 真的一人一票选特首 梁振英会赢 林郑都未必输 是啊 林郑都未必输 可能第二届 他都未必输 是啊 可能第二届未必输 是啊 曾祖华就DQ他就行了 他照给梁振英你选 梁振英会赢 嗯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明明在说灯 劉德华 不如我们听首歌回来 好啊 是否听男朋友 不如交替吧 今期流行 不如我听男朋友 多谢你 你只会做梁振英会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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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时代夕阳 世界麻木照耀 面对参与逼严药 举起团杖 一起同梦乞 你做高光光荏药 灯火明亮 一起同梦乞 为白金色逼偶像 引起合唱 回来第二节 Hello Hello 刚刚听过首歌 我觉得挺好听的 我喜欢 就是王子的志爱 王子 首歌叫做《拜犹大的人》 你从一个教徒的角度来说 拜犹大的人会是什么人 拜犹大的人? 不是基督徒 魔鬼? 我知道有人拜犹大的 也有人用理性的角度去看犹大 如果不是犹大 就不会成传耶稣钉十字架 尤大才是真真正正的 周星辞也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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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真的 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认识有些教派有犹大福音 他有犹大福音这本书 是的 我想就是拜金 拜金 我再简单点去看 譬如你说 好像你曾经说过 这是神的安排 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安排 犹大出卖耶稣也是神的安排 就是归犹大使 是的 是的 所以他就包他 所以我们要宽恕 是的 所以你说什么田海 什么什么都不关中共的事 都是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 神的安排是他去反对 是的 神的安排 狠狠他 是的 是的 没错 不是的 他不是 他不是要宽恕犹大 犹大在圣经上是一个比较不祥的人 你看儿童圣经 因为我现在的女儿 我会买一些儿童圣经给他 耶稣有13个门徒 计算是犹大 那些书永远都是写12个 也只是写12个 永远都不会有犹大出现 但是那时候犹大出卖耶稣没有 出不出卖 他也不会有犹大这个人 哦 很法西斯 这么小圈子 是的 是的 那话说 其实这首歌 其中另外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 就是填词 嗯 就是我们今年一个 很喜欢的 导演 叫陈榮生 逆流大叔的导演 不是陈榮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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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陈榮生 陈榮生 这首歌是他填词的 嗯 就是我有点想不到的 嗯 他连这一饭都混在一起 其实填得都 OK了 OK了 他填词的词 總是觉得言中有物 因为他本身说话 他本身说话又没有 但是他写话又有 是啊 總是觉得他里面会有很多意思 你自己会有很多想象出来 他也是这么说的 哦 我没有想象错 是啊 没有想象错 但是他也说得很隐悔的 嗯 至于歌词嘛 说的是今天香港的那群人 那一群呢 你懂的 嗯 可能是说我们 可能是我们 你都屌你这些人 是啊 是啊 这样 当然不是啦 嗯 这样 那这些 看下 大家自己 支持一下吧 迪子都是一个独立歌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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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没有在这个叱咤班奖典礼被投票的 应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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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组合 哎呀 真的没有啊 没有啊 他有没有派台啊 他今年有没有派台 100年有没有派台 也没有上过榜他那首歌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啊 真的要叱咤打压他 组合有没有可以看的 他不是组合啊 有啊有啊 连逆流也有 对啊 逆流他首歌有上榜 是啊 连boogieplayboys也有啊 是什么 玩一些rockerbilly的那些 嗯 喂 新青年领发厅都有啊 哇 他很红啊 新青年时光机 是啊 好啊 Hot chart都没死啊 Hot chart都没死 我以为解散了 我也是 是 真的没有啊 没有他啊 没有敌址啊 可能真的因为首歌没有上榜 因为我记得他有派个歌的 是啊 他也 就是上一首 我不记得哪首 他 即是这首 《伴犹大地人》再之前 他还有一首歌的 我也不太记得了 好啊 不要紧了 就 讲回刘德华先 刚刚讲讲讲 又不记得了 讲回刘德华先 那因为 因为 因为譬如 譬如我们在以前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 汽清 刘德华叫民间特首 是吧 大家可能会觉得 譬如 刘德华 他做事 譬如他 不是 是不够的 今时今日 这样的服务态度 是不够的 他会 加上就是《金鸡》那部电影 嗯 曾经拍过他是未来的特首 是未来特首 大家就很认真地去看 认真了 不要说很认真 看待了这件事 其实在他 即是刘德华 出明日大序的宣传片之前 已经是 我在高登看到有些帖子 已经是 吵架他当年说的这些说话 就是刚才你说的 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 是不行的 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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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吵架他这些说话 就是现在香港 搞到那些客人 什么东西都投诉 是 多谢刘德华 但是你这一件事 你也会很明白 你不是怪刘德华的 有人这样说 是的 有人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这一番说话 你的矛头你也是要指挤架客 是的 什么投诉那里 是的 其实我也不关说是不挤架客的事 是香港人根本是挤架的 是的 你说我一触光打船人 都是这样说 我又拼不到 香港人的心态真的是挤架 是的 也对的 就是常常说 什么大陆人去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其实香港人也不是很受其他国家人的欢迎 是的 我又这么说 这些东西是很全球一体化的 全球都有这种人 但是刚刚在日本年尾的时候 北夜没有一个节目 年度大事回顾之类 就说这些旅客 除了大热 这个中国人带上榜之外 香港人也有 正老 是的 香港人也有 也有些傻子 也有些傻子 在那里是不是认错了中国人 哈哈 已经认错了一个 郭少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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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还没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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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给他保释 不是 他好像等到2月多才判 才受审 哎呀 过不了年也可惨 是的 拿来分享 但是你说刘德华 就是这样 你一个被林郑灯死了 我觉得某程度上 这个情绪 某程度上 就带了到古天乐的身上 大家对于刘德华的梦 某程度上 我相信很多人是幻灭的 对刘德华这个梦是幻灭的 我们看之前那段影片的留言 就是明日大罪的留言 那段影片 都已经很多人 哎呀 干腸串断 因为 因为 主要都是黄丝 哈哈哈 但是 当然 他的粉丝依然是很坚实的 很厉害 你搜索刘德华 下面第一个是古天乐 哈哈哈哈 我这么说 当年刘德华也有份捧过古天乐 有啊 有的 有的 那套《龙在边缘》很好看啊 嗯 哦 《龙在边缘》 是否刘德华在冰箱上 拔一把刀出来的那套 不是 那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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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是潜龙 是吧 拔一把刀那套 是不是满途 不是满途 不是满途 是吸毒的 拔一把刀 你知道我讲什么 不知道 他叫长迪嘛 那套 那套 没有古天乐的 那套 那套是什么 那套是 那套是 今天没有别人留言 行了 Helen和茜林先跟我们打招呼 很多人进来 那 不要紧了 哎 继续我说回我想说 因为 譬如你楼德华 她的粉丝依然都很见证 就是 很见证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人就说 我是不会退票的 当支持她 不是 龙在边缘有楼德华和古天乐 那套有谭耀蒙 是的 但是他刚才 Sema说的那套 是另一套 同期的 同期的 都是他做孤儿仔 不是 这套 顾天乐是做差人的 是吗 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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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臥底 是的 是的 我看到有些人说 我不会退票的 当支持她 我妈也没有退票 咦 这次 黄阳达当时 董督少 因为佔领行动 因为佔领行动 取消了 大家不要退票 但是 但是 我又这么说 不知道有没有 不知有没有 不知有没有 不是你妈 不是你妈 不退票 是未退 我刚刚看到新闻 就是刘德华 准备 安排 今年十二月 就是年底 嗯 再开演唱会 那些票可以留回去 到时用了 如果你死不去的话 如果譬如你没有 你说刘德华 你 我说 你 没有退票那些 喂 你知道我今早 我 我怕得到 我 我拼了尿 我怕得到 为什么 我开车 我差点被货柜 和旅游巴夹了 哇 前后 你在哪个位置 在屯门公路 上丁九桥 那个 那个弯位 那个接驳位 那个弯位 我前面有辆旅游巴 旅游巴前面有辆货柜车 货柜车前面有辆五吨半 那个五吨半 剪掉它 那个车尾 撞烂了 那个货柜车的倒后镜 已经飞了出来 那时候我就看到它已经飞了出来 那 你又不会 你 你已经知道要倒下了 但是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 我就是遇到硬倒下的情况 我不管 我就 不倒下了 我慢倒下 我就走进去避车柱那条线 刚好有被清除的线 但是 那一刻 我在快线 如果我扭出去 我又可能会撞到他的倒后镜 还是他在滚过来 那一刻 我就不扭出去 我就原地撞 撞 撞 后面杀到 后面那辆货柜车 响安 你知道他们叫安 有多忍响的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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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还想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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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撞得起 我感觉到我 我的腹脑濕了一点点 那一刻 这次 多可怕 后面撞得起 撞得起 后面撞得起 我就扁掉了 前面女后包 是啊 我这次觉得我多可怕 你想想 如果我买了票 我都没命看 是啊 我不退票 我都没命看 嗯 刚才你说的那套叫做龙在江湖 差一点 哈哈哈 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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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张慧怡嘛 不是 是关秀明 怎样 最后面撞把刀出来 怎样 不是 张慧怡 不是张慧怡 这个是最后面撞把刀出来的那套 我记得是乱砍的 是吗 老八道 我不记得了 是在这套 大阳永旗 舒服了 刚才 硬着硬着硬着 很辛苦 哈哈哈哈 哈哈 大哥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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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生死边缘的时候 你去search龙在江湖 我有听了 我有听了 我真是 差点死 今早我真是摇底 那一刻真是害怕 差点死 但是 我觉得 我的感觉 你不论是从这个 玄学的角度去看也好 就是同一个 一鸡死一鸡鸣 老实说 劉德华这样 大家 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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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古天罗 来着 是吧 叫 你迟下 古天罗 做些什么的时候 古天罗 不如你选特首吧 可能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 大家 我总是觉得 你香港人就是很需要 有这样的忌堂 英雄 要有英雄 对啊 就像文贞 元旦大游行的口号 香港就是元旦 是啊 他们要有这样的希望 以前 譬如曾几何时 我们都将希望放在黄宗明身上 嗯 王仁打 对 我们曾几何时 我们现在就不做这些事情了 但是 你在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会将希望放在刘小林身上 那现在就没了 嗯 李卓人 李卓人 也没了 还有杨岳桥 杨岳桥 反而呢 有排忌讨 反而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香港人将自己的寄托 寄托在老人家身上 那我反而呢 就是我现在照顾了女孩之后 就是有个女孩之后 我反而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 我们调转了呢 我们应该将我们寄托 放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 其实你看回李卓人的文 他经常都说 喂 真是要将希望放在年轻人 是啊 而不是再放在李卓人身上 是啊 是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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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这么说 你刘小丽 就算你要量一个Pan B 你不可以 李卓人 是啊 王思多的Pan B 对了 古天鹿比刘德华更年轻 哈哈哈 某程度上 如果你真的要说成就来说 古天鹿的成绩比刘德华更漂亮 至少古天鹿现在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公司老板 是 是 某程度上 每次都 那间公司 他自己的天幕 是吧 是 近这几年好一点的 嗯 近这几年拍片 是 是 之前投资的什么 九一神雕合女 由那时候开始出事 九一神雕合女 陳果 香港製造 是香港製造 是香港製造 他也有很多投资 就是 以前 林家栋有一些戏 打雷台是不是都是刘德华做老板的 是 就是他也有支持这些小本制作 本土制作的 有的 但是譬如你近这几年 就是你在 很多不同类型的平台 你见到古天鹿比刘德华 那当然刘德华可能因为刘德华要照顾女 都合理的 那你当打之年古天鹿 是啊 你看这个鬼迹多流 古天鹿 我都希望黄尸不要放那么多 不要放那么上心 是 是 是 不是民主斗士 记住 夾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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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杜汶站又出口难舌 又肥又肥 那他们又不中 又有心 又有心 所以都是 小心点 那另外就是 祝福古天鹿 不是我说一句 祝福古天鹿 希望他不要被 走着一趟 走着一趟 是啊 是啊 很糟糕啊 我觉得他应该经过今次之后 他应该未必会再唱歌 他真的害怕了 你那些傻子 你也看过他死 是啊 他心想就是 我想他上去那一刻 心想就是 不肯定啊 不是 我相信 他一定是在那一刻 他一定是在那一刻 他那一刻 他那一刻 他坐在那裡 就预了陪你玩 不然他不来 是不是 那他有名字 是 不是 不关事的 你 就算你说 劉德華 我覺得古天鹿 可能坐在那裡 都是純粹意罵 他 他预了 我觉得 我都觉得 他一来差二鬧 二来他都觉得自己贏面大 是 我觉得他预了 昨晚他预了 如果真的让我上堂 我就唱一次给你看 嗯 唱唱 是啊 他预了一定 嗯 練了几晚歌 可能是的 可能是的 嗯 不過 就是这样 而且你看他的款式 老实说 如果以古天鹿今时今日的地位 你昨晚 我说不唱 我说不唱就不能唱 嗯 我上台大家说 多谢完 多谢完我就走了 唱歌不要搞 当然留给懂唱的人唱 你们都瘋了 走 嗯 如果他真的不唱的话 他可以 但是他昨晚的表现 我看了 我看了片子的表现 他是预了上台唱的 嗯 我也看了片子 他那个表现 真的 挺得人心的 真的挺得人心的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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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林玲 说完了 哎 顾天鹿 不过我们还要说 最后一件事 就是说顾天鹿 就是我们不支持他拿账 不支持他拿账 不支持他拿账 但是不代表不支持本土制作 是 就是一单还一单 我们今年也看了很多 就是100年也看了很多 港产片的 他公司出品的 我们也有看的 哪一套 其实我没什么 唯一出品的公司 真的 譬如 譬如 杜汶泽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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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LOW 有这个 杜汶泽看 是 挺好看的 你不当一个笑片看 挺好看的 我还没看 你没看 其实OK的 OK的 因为有杜汶泽 第一件事就是想起 是不是笑片 原来不是 还有这个《明日战记》 是科幻片 科幻片 这些特技挺好看的 OK的 OK的 上了没有 还没 骨妹也是去的 是 其实也挺多 都多了 陀地区魔人 其实是一般的 五个少海的校长 豪情 金鸡 他都OK的 因为这些真的是他公司出品 是的 就不是和人合作 他和人合作的有很多 嗯 低压槽 低压槽 这么少 他是不是没有更新 应该不止 其实都多了 就是说这些 全是他投资的 一年两部 其实都多了 一年两部 一百制作中的八套 是的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看呢 我期待这个 《明日战记》 我看过《Tr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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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期待《沉巡记》 他自己担正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 做了《汉少龙》 是 是 是 因为有剧照 没有剧照 我都挺期待《沉巡记》 《风云3D》 算了 这个算了 我还3D 算了 算了 还有个《如来神掌》 我有点害怕 哎呀 真是郑保瑞 真的有点害怕 郑保瑞不差 一般 一般 好 那讲完《古天乐》 那我们讲一下 柳都说讲完了吗 都讲完了 都出事了 因为刚才我们吃饭也讨论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 今次刘德华开十多场 哦 是啊 是啊 我又觉得他 因为年纪大 不同的年轻 体力可以复合到 六十多岁 刘德华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 五十七年五十八 哦 五十六岁 都差不多六十岁 你叫他连续十多天 每晚唱两个三个钟 其实很金的 有意义 是的 雖然他的舞 都不是郭富城那些舞 那么厉害的 但起码真的 就是我叫你在场上走 你走去你都累了 你想想 要你两个三个钟后 集中唱歌 其实很辛苦 是的 所以你说去到 就是唱了一半 就是开了一半之后 撑不住 是的 要取消往后的演唱会 我觉得去到这个年纪 真的不能怪他 嗯 正常的 但你还刚出道 好像二十多三十岁 对吧 还要是感染流感 对 对 开了二十多三十场都不要紧了 都撑得到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刚才也看过 一些相关有趣的资料 原来在这个红馆开得最多 即是只是红馆 开得最多演唱会的就是徐小峰 开了四十三场 我相信你八十场应该是分开 和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整年的 如果你说红馆的历史 红馆就只是徐小峰四十三场 四十三场 四十三场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是的 原来空首度 是发行的 逆流大叔 也是 对啊 首度是马来西亚公司 对啊 对啊 杜汶宅自己公司 不是 杜汶宅投资者 对啊 逆流大叔 对啊 我们忘记了逆流大叔 对啊 随私也是他 我看过他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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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妹没看 嗯 看回先要 可以看 可以看 雷永奇做骨妹 哎 有哪个 有余香盈 是的 有余香盈 那我们说一下 刚刚最近死了一个名导演 李世 就是林领东 其实林领东和古天乐的关系 都有些 林领东也有执照过古天乐的电影 最近那部应该是迷城 迷城那次我做东西回家吃饭 看了一点 迷城有古天乐的 有啊 有古天乐的 有古天乐 林领东做导演 林领东最多人谈论的当然是一部电影 监狱风云 监狱风云 是这个风云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集 第一集是龙虎风云 第三集就是《学校风云》 其实我觉得监狱风云和《学校风云》都挺好看的 《学校风云》是很好的 张耀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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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冤枉了 我没有叫《学校风云》 袁杰盈 袁杰盈 袁杰盈是其中一个学生 是的 劉重云 劉重云 最後在学校那里 那把刀追着张耀阳来打 很快的人心 是的 其实这一集挺好看的 他的成绩是拿最佳导演还是最佳电影 金像奖 就是刘青雲那一部《高度戒备》 高度戒备 高度戒备 其实是最佳导演 提名的 提名 没有拿到吗 他没有拿到吗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他没有说什么 作得奖的 没有可能没有得过奖 高度戒备其实也挺好看的 刘青雲那一部 我没有印象了 海报有印象 是不是 他没有拿过 印象海报有印象 是蓝色的 刘青雲 我回看他的资料 才发现原来 半我闯天来是他执道 是周润发那一部 半我闯天 是的 周润发 钟楚雄 张耀仰 是的 是做沙展的 我不记得了 原来是他执道的 其实我觉得他执道也挺多的 挺多气 你说是不是很卖座 又不是很卖座 即是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的 但是他的电影很男人 很男人 其实我觉得林领冬 可能不够杜琪峰那样 什么来的 美国电影 林领冬可能没有 吴雨昕 杜琪峰那样 香港导演 那么出名 但是他见证着 香港最辉煌的 动作片年代 我觉得他 嗯 算不算 都是 都是 千里救差妇 許冠杰 还有麦家 这个应该是第三集 第三集 张艾嘉 有叶士文 有王家明 哈哈 光头仔 你看到那时候的 香港港产片 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导演 或者可能林领冬 不是最出色的那些 但是他都可以压纳这么久 證明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很暢旺 也都百发齐放 大家都很热爱 不止香港人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都很热爱 香港的动作电影 《合道高飞》 《合道高飞》是周润发做的 他很多电影都是用周润发的 当年的周润发很蠢 是啊 而且应该是他 因为 这部也很厉害 有周润发 1600万 周润发 任达怀 是黄秋生 喂 有世界波 帕安尼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 帕安尼很冷静 你看咖喱辣椒 帕安尼打 帕安尼打雷球 和我一依 打雷球 同队 雷球 打雷球 其实你也会看到的 他在2000年前 他在这个电影圈 其实他没有缺席 是啊 由1983年 一年到一部 一至两年就有一部电影 大冒险家都是大东西 盈娃 成龙 柳德华 柳德华 这是少让人的 这台收不到多少 잖아 这台都收到1400万 也很 ред 那是个洛德华 이제收到14000万 那它投资多少線 那时候应不流行说这些 是啊 determinant 監獄封雲在1987年收3,162萬 三千多萬 而且很明顯就是成本低 是呀 成本低 一個監獄警主要 是呀 成本低 你看看那時候香港真是多厲害 那時候監獄封雲的周韻發紅了嗎 抽籤丁童話的時代 我看有預算 原來這個最佳拍檔千里救差婆 預算有2500萬 票房收2700萬 算了 2500萬 如果2500萬 預算很大 因為那時候最佳拍檔有很多道具 是呀 是呀 其實我們當初說 86年 我們說林領東比較不是一線導演 但我看他的作品 很多都收過千萬 是呀 因為那時候人們看電影很久 不是 還有他出的那些擔正 全部都是那時候一線 一定是有這麼少票房的 是呀 但是 我們看以前的周韻發 神經病 一年幾多部電影 一年十九部電影 每年 動搭夫本身就好沒 常常拍著劉德華 不是不是 周韻發 動搭夫本身就好沒 所以收過十八千萬 一百七十幾萬 你知道這一點是用來幫你看數字的嗎 是的 我知道 真的要數 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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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收百幾萬真的很少 是啊 但是你看現在這些 全球收過億的 這些是過億的 全中國 倒成風雲來的 不是 全球 全球 全球六億多 你看香港到三千五百萬 你死不死 不過票價和以前也有些分別 韓戰義收這麼多 是啊 八億 那當然一大部分是中國的 是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讀數 揚子彈飛九億 九億 在這裡留言什麼 三位好 華仔加夏說 申請十二月補償如果成功七場的補飛 豈不是炒足一年 是啊 慢慢炒 有時間炒 是啊 你想想 長炒長有 如果他在六月的時候 他突然告訴你 喂 我申請了 我終於套到七場 可能這些日子 可能他打散了 應該不會的 一定要開就一定連著開 嗯 他六月告訴你 那接下來那些票票又可以炒 炒多一圈都還可以 我叫媽媽拿票去炒好一個 那也不是 哦 哦 我媽媽真心粉絲 我媽媽真心粉絲 真心粉絲 哦 好 希望林領東安息 不過他的離開都見證著香港的落幕 是 那個幕已經落了 好 好 回去看監獄封雲 讓我看學校封雲 學校封雲 學校封雲好看 我真的不記得 好看 喂 張耀陽那一刻真的好看 哇 我真的覺得張耀陽真的很討人真 我真的超喜歡張耀陽 中文男人我也喜歡他 但是他真的很討人真 還有那個 另外 張耀陽 黃光亮 還有一個很討人真的是誰 黃光亮 不是黃光亮 哈 幹什麼 你想播這個阿袁潔盈 吹褲 他的樣子真是 嘩 多漂亮 誰看不到 當年的袁潔盈 嘩 嘩 嘩 你多認真 他是他的女兒 你多認真 他現在就去賣他 賣他出去跑私裝 嘩 喂 怎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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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就播放這個 學校風 聽聽聽聽聽阿琪的聽眾 真的辛苦 只是在說話聲 就很辛苦 說的是袁潔盈在脫衣服 袁潔盈可能很多聽眾都忘記誰 嘩 當年也是說話聲的女孩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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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還有啊 我覺得很討厭 除了張宇 黃紫陽 黃紫陽 是 是黃紫陽 黑人真到爆 我忘記黃紫陽的樣子 大飛 不是不是大飛 桃鶴威龍做張敏的男朋友那個 嘩 搞錯 是 是 你找到了嗎 很討厭 很討厭 那臭人的樣子 真的很討厭 真的到 你給他 你撐住 看 哇 那臭人的樣子 真是 真是劍和打架 對呀 真是很討厭 那臭人的樣子 演身都是 這些黑人真的角色 演身都是黑人真的角色 演身都是黑人真的角色 但其實你這樣看 是不是跟吳卓希差不多一樣 他黑人真很多 吳卓希是賊 不過 不過 大家都 我們說完了 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現在TVB在12點 意不容情的時間 正在開世號 昨天播出第一集 長播第一集 看起來也挺好看 我就是一直看著 古艷陽 古艷陽 我是金曼殺手 我是金曼殺手 你不要說 吳卓希的戲露多廣 是啊 那些好戲 一人分析兩個角色 藍言不切 但其實我又想說 意不容情 最後的幾集 很精彩 因為溫兆倫很討人真 看他折朵 是啊 看他折朵 看他很討人真 你到最後 當你去看王逸華報仇的過程 整個報仇的過程 怎樣困他去 其實我覺得 我以前覺得 很想看他怎樣報仇 但我現在大過看 其實他報仇 只不過可以 推開一點點 你最主要看溫兆倫怎樣折朵 這個才是主賽 這個主賽 反派之性 反派之性 因為你會看到 你想想 當年 如果以王逸華的角色去看 喂 他一生人重情重義 當年代弟弟撞車 代他坐牢 幫他吃這個死貓 到之後 對身邊的人 有情有義 永遠是犧牲自己 才這樣說 這些人 當他有一天 要反撲 要立定決心 我要報仇 你想想 當天他死了兒子 他死了兒子 他知道是溫兆倫做的 他忍 他沒有跟身邊任何人說 留在那裡捧溫兆倫 留溫兆倫在身邊 把所有的生意交給他 就是要到有一天 他放下戒心的時候 就困他去馬來西亞 被人帶 你這些報仇的方法 你想想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例如我們面對建制派 我們要贏他們 我們贏他們 你真的不要想著 哇 你幹什麼 我演唱會 香港、中國 2016年 海報設計 問題是 我們要贏建制派 你還好像現在 很多所謂民主派人士 守規矩 光明正大 要光明正大 你唯一一個可以投票 可以贏到他 就是他不能記得來投票 即是政改 老實說 如果去到有一天 如果你說明日大 我當23條 23條 這樣說 你真的說了這麼多年 真的不可以讓他立 23條這個議題 是你們過去泛民主派 你們這十幾年沒 賴以為生的一個議題 最大的一個議題 你想想 如果明天要投票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會做些什麼 你們這些人敢不敢 像王逸華那樣 不擇手段 為報仇 你不要說23條這麼嚴重 如果建制派說要起一個廁所 你都無能力反抗 如果以理理這些做法 是 而不容情 其實你令我想起 記生獸有一幕 有一個記者被記生獸殺了女兒 有一個女兒 我忘記叫什麼女兒 田宮 記生獸殺說 人類如果要報仇的時候 很恐怖 是 我覺得如果 我們在香港 我們已經是屬於要復仇的那些人 是啊 那個歷奇是嗎 米奇 米奇 他是這樣說的 我看了很多書 我看了什麼魔鬼 但還是人類恐怖一點 是 其實我們真的要這樣 我們真的要復仇 我們要復仇的時候 就不要被杜德加鎖 去鎖住自己 不要說到去報仇 你報仇就真的 同歸於盡 你也要 是啊 你要贏他 你要贏他 你要守住一個 原則的底線的時候 你會為這件事付出多少呢 嗯 你楊岳橋夠不夠膽 難得著這條路 不能讓他們進去投票 嗯 不夠膽 你不要叫你打他 不夠膽 是啊 不夠膽 在立法會門下放火你也要 嗯 不用說那麼嚴重 你不用說那麼嚴重 你用鎖鏈鎖住他 你也不夠膽 你不要說到要放火 又要放炸彈 用萬能鎖鎖住他 也不夠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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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那說什麼 所以有時候你看這些 你會覺得 我們當然 我們一直看 比如我們看這些電視劇 你想一下 還要是三十多年前的 電視劇 人家當時 大家的民情多麼純樸 民風多麼純樸 純樸 當你要去 報仇 喂 當年意不容情很肯受歡迎的 很受歡迎啊 溫少林真的被人 對啊 溫少林真的被人 在溫少林每天都被人 喊打的 當時溫少林下街真的被人罵 溫少林有說過 真的下街被人罵 他現在下街真的被人罵 他現在下街你被人罵 是 但他現在不會在香港下街嘛 哈哈 是啊 你想一下 當時我們看這些事情 我們都會覺得 哇 終於報仇了 你看著溫少林捷舵 就是最糟糕的時候 但是 在現實上 在現實上 當我們一些事情 我們想去贏的時候 我們就是做不到 五千五百人有 嗯 嗯 真的 如果你想想 當日如果我在現實上 走一半我都想回家 你先走 你先走 如果是 我當是 我真的走到一半 嘩 怎麼露敲啊 大哥 五千五百人 你露什麼敲啊 不是的 五千五百人夠做的了 是 是 是 如果你真的 很糟糕的話 如果真的 五千五百人 其實呢 上個星期六的黃貝森 發覺的黃貝森 前個星期六 發覺的黃貝森 都是只有五六千人而已 但是呢 搞到 風聲渴露 是啊 至少政府讓步 嗯 其實貴了 是啊 是差了 再之前的 就幾萬人了 因為去到上個星期 已經少了很多 幾千人 但是呢 搞到 天翻地覆 是啊 是啊 就是了 嗯 大家都沒有這樣 大家都沒有這樣的吉士的時候 唉 走完就算了 走完就算了 真的很頂 走完就算了 所以其實你說 還要說沙中線 嗯 有沒有好說 有的 沙中線現在抽了 十條不合格 是啊 是啊 十條不合格 那 都 就是說 有人 就 有些 剪 是啊 你不停說這些 你不停看這些 有些 剛剛 就有個 法庭消息 就是這個 分判商的中科 曾經要求港鐵確認 兩個 剪斷 鋼筋工人的身份 那 就是 又要搞一大輪 他想找兩個工人 他就是想找兩個工人 去頂 全部 神經病 這兩個工人有什麼權力去執行 剪鋼筋 這件事 OK 就算我當他偷懶 其實都 偷懶也不會剪 偷懶是不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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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了不扭 你覺得剪條過間容易嗎 但是明明過日馬 是肯走來跟你說 是沒有問題 是啊 是不是 現在出來 十條有問題 是啊 你最好找兩個工人出來祭旗 不是十條 不是十條 是十一條 十一條 多了一條 剛剛多了一條 謝謝 他最好找這兩個工人出來祭旗 炒掉那兩個工人 不是啊 這兩個 現在 賠幾百 賠了 對 那不是抓他們出來 幹什麼 神經病 他檢查了31條鋼筋 有十一支不合格 佔所有抽查鋼筋的三成半 三成半 好難計 三成半 好多了 好多 好多 他不知道有幾多支 八十幾萬支 八十幾萬支的鋼筋 三成半 三十萬支 三十萬支 而且你最討厭 他現在開始跟你說 五八至七八 少拍 是 成在歷 我也不知道 都沒聽過 真的 你跟我說不合格 其實 不用說那麼多 你最怕的是什麼 你現在跟他說三八至五 什麼 要合乎三八 五八至七八 然後 他又說他的承托力 只得八百 你一說到這些數字 大家 你市民 你躲在一起 你躲在一起 我都跟不到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看這些 其實OK的 只要你講一句 現在這樣做法 如果不拆掉它再起 行不行 你說可以的話就OK 這樣就不能拆了 對 對 不用再檢查 繼續去 他說這個 扭多少 跟這個承托力沒有關 對 他之前有這麼說 對 不合格不代表承托力沒有關 對 繼續去 對 給完通車 快點 你不靠底就行 你不怕就行 我最多不用 我最多不去 我最多不去 我又不去 我又不去 這條線我都不去 我怕有時候避免不了 有時候你在樓上走過 你可不可以 那沒有啦 遇人無有 那你真不幸運 我老實 你夠僵你就起 對 繼續起 通車 你不要怕 對 你夠僵就起 你爬底就找人去檢查 信不過自己 馬勝 我OK 你不怕 OK 我判馬仕恩 你說OK就OK 你夠僵你就繼續起 你夠僵你就繼續起 我不再質疑 我們之後不再說 直至到通車為止 直至到樓下為止 直至到樓下為止 然後就 I told you so 但是沒有了 沒有了 說這句可能建築在很多人的屍體上面 沒有了 又被人說你兩磅 對 不過不是的 你夠僵就起 是 他現在就不夠僵 是共業 就算是一個 嘩 又要看正經的 哈哈 又要看正經的 這還在同行 那些屁股去哪 我不夠 這樣 另外還有 就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最終報告提出了八項 優先土地供應的選項 民意其實如果你看回他的報告 其實他也說反對這個明日大嶼的 應該這麼說 反對填海的是佔少數的 當然啦 他又帶了很多頭盔 是說頭盔多到呢 贊成填海就不等於贊成明日大嶼 因為他們說社會支持的只不過是填海一千公艇 但你明日大嶼這個計劃是一千七公艇 那是不是一千七公艇 如果他現在說一千公艇就等於社會支持 語言藝術 而是 我經常覺得為何你們不發爛 而是你黃遠輝 放了他上台 你又放了他上台 他又做了那麼多事情 然後他就繞過你 找一下樂德華 推這個填海計劃出來 然後到你這份報告 如果你這份報告出來 是支持填海的 他就拿來講 你說到頭來現在 你就只能夠帶回這頭盔 不是的 他們很多人都贊成填海 但是又不贊成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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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算黃遠輝不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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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是有能力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黃遠輝這些 就是你這些人 那些什麼獨立司法界 那些 現在如果你真的要靠口說 就是靠你這些人 難道靠我們嗎 你要靠我們就不是靠口 黃遠輝說 神經病 要反你自己去 我怕會燒你 火頭一覺不覺熱 其實你拍檯離開 你拍檯離開 很明顯放你上台 然後他就會拿出來說 你這份報告因為 說贊成填海 他不會理你 支持明日大禹 他會跟你說大部分市民贊成填海 我理你1700公頂還是1000公頂 就是說香港人是贊成填海 沒錯 多與少的問題 在撥款的時候我們再談 是啊 垃圾 垃圾 事在必行 另外一個就是 支持大部分市民 都支持清拆 這個粉嶺的哥爾夫球場 掀起了一些很好笑的爭論 一個自稱人行家 的儲名 原來是你國寶的兒子 就說這個 就說這個 很好笑的 哪有人會自稱這些 你會不會自稱自己的 剪接王 剪接王 剪接師 剪接家 真的很好笑的 就說有這個 哥爾夫球中心可以加強 國際金融社會地位 也有很多不同的商界 也有很多生意 都在這個哥爾夫球場上談回來 你知道嗎 你不落爺總會 中國成賊的時候 你不出聲 哈哈哈哈 我昨天就是新聞 他有播放 他有一些哥爾夫球的片 他拍到兩個師奶 在打哥爾夫球 胡亂打 這麼大草地 為什麼他弄到 不過我的立場 是跟李確保的兒子一樣的 我也是不支持 拆了哥爾夫球場 我是 我是贊成 什麼都不要起 我也是 其實我也是 我贊成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做 起樓 起完樓之後又怎樣 難道真的幫到有人上樓 你會上到車 你會上到車 不會 所有都不會 我也贊成 什麼都不要起 什麼都不要起 什麼沙中線 什麼都不要起 維持現狀就可以了 維持現狀 爆吧 逼爆他 現在啟業村都逼爆了 然後穿沙中線 就讓他繼續 繼續 繼續 你自己 有他們就不加上 你不搖底 所以如果李確保的兒子 或者權貴 有份在哥爾夫球場 打球的權貴門 你當然要支持 取消 原頭減費 單程正的審批權 拿回 不是說取消 拿回 那對 如果政府拿回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如果人口解決不了 你今天可以擋 你不要說是哥爾夫球場 你東銀行的東大廈也要拆 是啊 沒有錯 快要建房子 建房子 公屋 現在還沒燒到你 現在燒哥爾夫球場 不知道什麼時候燒到你的低密度住宅 很快 很快 最後一樣 也是充滿了爭執 牽起了另一個戰爭 可以說是 話說我昨天去了麥當 我也有 因為前天有早餐吃 是啊 但是沒有飲 前一集說了 前一集說了 這次親身經歷 有新發展 有新發展 麥當勞宣布了全線停止停 平安夜 平安夜 上星期也說了 是啊 終於都親身試過了 OK 因為停喝桶 我覺得就不是什麼大件事 本身 我本身都覺得 都是這樣 因為我經常去披薩吃東西 披薩如果你在披薩喝汽水 沒有桶 他是不給你喝桶 是 但是如果你喝冬咖啡 那些 他依然會給你的 因為你要攪拌 因為你自己放奶 放糖 是 他依然會給你一個飲館 你自己攪拌 這樣 但是汽水 他就說到原來 汽水就不提供喝桶 但是你要呢 你還是問他拿 嗯 這樣 那之後呢 是不是KFC 先的 沒有蓋 沒有蓋 有飲桶 但是沒有蓋 沒有蓋 這件事我覺得很合理 我昨天吃完麥當勞之後 我親身經歷過 我覺得沒有蓋有桶是合理的 有桶沒有蓋 沒有蓋有蓋 那時候就是KFC 沒有蓋沒有蓋 那些人就丟了 拿的 自己拿的 是呀 賭捨 其實我也覺得是 有蓋也會賭捨 有的賭捨 沒有那麼賭得快 你有沒有賭到盤上 可以拿回來 是呀 但是 要賭捨也是賭捨 你不要怕中毒 要賭捨也是賭捨 要賭捨也是賭捨 你擔心 你擔心不健康就好 好了 那之後呢 那我就 不怕不健康多過 不健康 喝完之後咳嗽的機會 多過賭捨的機會 而且 你這麼關心 環保你不關心自己的身體 你弄得錯 你怪怪 你怪怪 對 我昨天就是去麥當勞 親身經歷過一次 沒有飲桶 但是他有蓋 嘩 我看到 我和你分開去 我沒有吃全日早餐的東西 我吃麥樂雞餐 因為我昨天太早吃飯了 因為我女兒要吃 我陪她吃 太早吃 晚上我老婆回來 我就下去樓下吃東西 我吃個麥樂雞餐 喝杯可樂 我覺得奇怪 我初時以為他連蓋都沒有 但是他給我蓋 但是沒有飲桶 我又覺得那樣東西 很本末倒置 然後再回想 其實有桶沒有蓋的KFC 是合理很多 沒錯 還有麥當勞酒飲館 因為麥當勞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飲品 叫做奶色 我也不喜歡喝 我也不喜歡喝奶色 但是問題就是 奶色也沒有桶 我以前也很喜歡喝奶色 麥當勞那些 就算麥當勞的桶 也比較粗 也很難住 對 你是用力 你很搞笑 如果沒有桶的奶色 如果你要用筋筆 其實是一樣 也是一樣 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其實同志喝過一樣 你倒不到奶色 他整個口 他整個口 他本身的蓋子又吸緊 你又不可以像熱飲咖啡一樣 撕少許出來喝 其實我覺得應該的 你應該要改兩個蓋 應該好像Start北那些蓋 熱飲蓋 有一個洞 熱飲蓋 熱飲蓋 其實呢 其實呢 我記得 我看過圖片 有說過 有一隻紙杯 上面的嘴巴 是封了半口的 撕少許出來的 撕少許出來的 就給你過來這樣喝 喝凍喝 因為你喝的時候 你隔著冰 我就是這樣了 我就是喝的時候 我要這樣隔著冰 這樣隔著冰 不行 我覺得很難喝 我這樣 然後到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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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支筒 我最後都要拿一支筒 因為我喝不到 我只是喝到冰 是難搞的 你凍喝 沒有飲館是 是 又奇怪 我又吃麥樂雞 所有東西 除了沒有了飲館之外 所有東西都是膠 醬也是膠 鍋也是膠 盒也是紙 杯也是紙 其實有什麼分別 沒有很少 因為我經常都會想的 就是在我們的餐飲文化上 在香港的餐飲文化上 你說 在店裡的糖吃 始終是比較普遍的 尤其是麥當勞 你想想 台灣 他都會告訴你 你糖吃的珍珠奶茶 他不給你飲館 他說了他不提供飲館給你 你自己想辦法 糖吃 因為 你在台灣飲食的文化上 是拿酒多於糖吃 其實 看你吃什麼 吃什麼 你夜市的一定是拿酒 你夜市一隻拿酒 你在街邊什麼檸檬 什麼 貢茶 青蛙下彈 還是拿酒 你是夜市 或者你是吃宵夜 你當是台灣吃宵夜 通常都是拿酒 是啊 如果現在你麥當勞 你現在真的告訴我 你 我停止供應飲桶 你供應飲桶的時候 你要想一個方法給我的 是啊 不是一刀切 你不是說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就很明顯 你就只是為了省飲桶了 是啊 其實我覺得我昨天喝完之後 我真的發現 最起碼你的蓋子要 你的蓋子要封 除非我在那個洞 蓋個洞 這樣擠來喝 拿個洞來擠來喝 但是就算你這樣擠來喝 那個蓋子也是舊底的那些蓋子 就是你要拆開飲館的洞來擠來喝 你不擠 都是擠一些冰 都是擠一些冰 是 你杯凍飲 你杯可樂 有一半是冰 是 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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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為什麼我不懂 不懂 算了 繼續 這樣 即是你 你 一個 酒飲館的問題 老實說 我相信 其實你在香港 你說真的要酒飲館 要省一支半支 很多人都會樂意這樣做 嗯嗯 很多人樂意這樣做 但是不是這樣做 是的 但是不是這樣做 還有其實你看到 麥當勞 我看到有些人投資出來 可以吃全日早餐 是 除了沒有了一支飲館 蓋子也是膠 刀叉也是膠 裝著刀叉的袋也是膠 那個醬也是膠 那個果醬也是膠 牛油也是膠 吃的東西之外 很多都是膠 全部都是膠 那其實你只不過是做個樣子 是 那你不如不要做 是不是 而是 當你去想到一個方法之前 因為你現在就是一下子 沒有喝透 而不是說 你可以嘗試一下 我停止提供 你問我拿 你要你問我拿 我以前就放在那裡喝你拿 我年輕的時候 還一次過拿五六支回去玩 對 做劍 做劍 拿五六支回去玩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可以改變這個做法 但是當然 到時經理就會說 屌你啊 我不會有 我只是幫你拿湯通 就撞到那個混蛋 現在我也是問他拿的 但是 他給你 他給我啊 他有嗎 有啊 有喝湯通給的 我給他 是呀 我喝不到啊 是呀 其他喝品如衰 喝罐整向即原如衰 是呀 但是其實我看到 我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問他拿的 因為你真的喝不到 是呀 你真的喝不到 我看到有人喝 身體沒有給他 然後那個人說 你不給我 我怎麼吃一塊雪糕 因為他那些糖是喝加筆的 是呀 喝加筆 然後那個男生說 我沒有喝痛 我撞不到 然後我給你一瓶 我給你一瓶 你給我一瓶 你給我一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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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瓶酒 那他有沒有給 有給 有給 是有給 很愚蠢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 你不是這樣的 垃圾徵費 講了很多次 很久了 我們都講了很久了 垃圾徵費之前 你要搞好自己的回收 你要真的了解香港的飲食文化 你才可以去回收 香港的廚餘 日本做到垃圾回收 廚餘可以回收 因為別人的食物 沒有廣東人煮飯那麼多汁 你蒸一碟排骨出來 除了吃完排骨 你全部都要倒 醬油 還有豆豉 蒜頭 豆豉 薑 你不弄好這些 我又是要倒垃圾 又是當垃圾 你有很多東西 沖到廁所會塞的 沖到廁所會塞的 不要沖到廁所 尤其是你住高層的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樓下那些真的多了 你不少 所以樓上那些 不關閉事 你們要衝下去 神經病 你這樣倒下去 樓下 你遲早有一天 你不是輪到你 到時我搬了 除非你住頂樓 你住頂樓 比較穩固 但其實不是這樣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這樣做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 就算你由這些企業 到政府 都是先做了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也是這樣 起完 弄到一鍋足 現在連啟業村 我們踢球之前的冬菇亭 早上都塞滿了巴士來到的中國人 我看報道 說那個公廁排了六十多人 你不是這樣的 你要接待這麼多遊客 你也要有這麼多配套才行 高鐵也是這樣 高鐵也是這樣 飲館也是這樣 高鐵無端端停三班 你看著月台的人 你看著新聞 多貧人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糟糕 一步沒有衣服 停三班 我今天有去過高鐵站 試測一下 看看 還有人會帶行李上不到車 哈哈哈哈 我放牢了 剛剛知道 剛剛知道 死不足 這些人 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 做了先 所有其他事情 不知道 到時候才算 見步行步 你不是這樣做 你這樣 民怨就是這樣來 小致飲館也是這樣 大致所有的基建也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 你經常聲告提到 他不是為了你做的 不是為了我們做 他不是為了服務你而做的 他不是為了環保 他不是為了環保 他為了節省 他為了霸道德高地 其實省得多 也就是 他霸了道德高地 你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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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古天樂 我選多個民間特首 你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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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德華 古天樂又罵 麥當勞又罵 其實最值得罵的是 投票那群 我真的覺得是 所以 戴耀廷不值得罵 參與雷洞計劃 那群也值得罵 殺馬軍者杜龐二 殺軍馬者杜龐二 所以 我們對準政權 我們之前的集數 政權歪了一點點 對到戴耀廷 我們對準政權 對回黃絲 對回人 對回黃絲 很睏 很睏 今個禮拜就說完了 說完了 對 都晚了 我以為是誰 梁敏道 不是啊 那個呢 太久沒出現 忘了他的名字 是誰 左膠之王 梁敏道也是 陳景輝 陳景輝 對 陳景輝不知道去哪裡 你記得一次 陳景輝不知道去哪裡 左膠之王 左膠王 左膠住了 左膠住了 很多人左膠住了 喂 喂 我說多一點 好嗎 剛剛看到別人 post了十屆 原來中國的教會裡面 現在只有九屆 沒有了一屆 要所有的教會 將十屆第一屆 對 所以 還幫共產黨 塗脂抹粉的 基督徒 你注定下地獄 我會說 哪裡會說 我會說 你注定下地獄 我會說 我連地獄也改變 變成天堂 變成紅色的地獄 紅色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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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開心點 開心點 開心點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 開心心 109年 Mail Mail都出現了 Hello 新年快樂 好的 今個星期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